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笑谈人生 我是萧怡君 我的对面是我们的怡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怡君啊 是 今天要谈什么 今天我们设定的主题 我们要来关心疫情 这个比较时事 从去年的年底 今年的初到现在 今天也是9月22号 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几号啦 不过应该是在这前后一两天 那在这一段一年 接近一年 差不多十个月的日子 全球的这个居民啊 同胞们啊 大家其实受到这个疫情 影响非常的大 那这次呢 就做一下小小的整理 那也针对这样的事情 我们来思考一下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怎么样让这样子的环境 这样的情况不要再恶化下去 所以我们先来知道一下 到今天9月22号呢 全球总共的病例数 已经突破3000万 3120万 这数字好可怕 3000耶 对 那往生的人数有96万多 也即将快破百万了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个数字 尽量不要是往上走 那不过其实这是官方数字啦 我相信实际的数字可能大于他 因为有很多的地方 他的胃教 没有那么的好 那所以很多人也许感染了 其实是不知道 是 那以我们台湾为例的话 到今天为止 病例数是507 累计 那往生人数是7 那现在全世界最严重的三个国家 就是美国 印度跟巴西 都是几百万几百万 然后每日新增都是 几万人几万人在增加 所以其实是 真的是影响到这个社会 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冲击 我想 我们在历史上知道 在全世界从以前到现在 有记载的情况下 的确有发生过非常多次的 严重的这个 传染病 不管中世纪的黑死病 是 等等这一类 那但是因为人口密度 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多 所以那个往生的数量 这次应该是空前 我们希望是绝后 以后不要再会有更大的部分 那中国以前也很多 有所谓的瘟疫 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状况 只是现在因为科学的 更理解 所以让我们可以开始了解到 这些病毒的运作 进而去发展一些 抗体疫苗 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的 研发出来 不过全世界的科学家 生物学家这么在努力的 在做这件事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应该会很快的就会出现 不过也在这个过程中 我想得到大家的一个形式 就是说很多事情 不禁得要靠疫苗出来 如果能够预防在前的话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 比较好的方式 那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 会跟乙军做一个探讨的 是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这个数字 不断的增加 我都会在想说 生活在台湾的人们 其实是还蛮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放心 那种太多大意的感觉 因为没有感觉 你知道吗 可是你看到国外的那个数字 光是美国死亡人数是20万 20万 不是一个两个 然后我就会觉得 台湾的很多我们身旁的邻居 拉亲友 可能都太大意了一点 我们这次做这个国境的这样 算半封锁 然后每一个进来都要隔离 14天以上居家检疫 然后大家也很保持安全距离 戴口罩 亲洗手 这些一方面宣导的好 二方面就是大家也配合做得很好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大家是非常遵照 政府的这个法令的推动 就一开始的时候有配合 所以后来就比较可以放心 对那当然台湾也是个福利 也就是因为大家这么守规矩 守规矩以后 这导致说 在现在这个接骨眼上 除大概对大家最大的在乎 就是除了出国以外 这件事情不行 另外就是有一些产业受到影响 对像 稍后你会提到 对观光旅游等等 有一些产业因为它受到这个 人与人的互动减少 或者是有跨出我们国境之外的 某些的这个部分 也会有这样的影响 所以因为这个是锁国 封城等等这样造成的 所以的确是有些行业 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冲击 是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疫情下的冲击 其实它主要的部分 一开始其实就是人流断掉 人流断的时候就会变成 因为不方便 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旅游业 餐饮业 白货业 甚至像之前像电影院 像艺文产业 最近才开始开放 才会有演唱会 有这些艺文活动 这些就因为人跟人的密集的 这样的接触 因为担心传染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戴口罩等等 相对的不方便 会导致这样会大量的减少 所以第一波其实最大的冲击 当然是旅游业 因为大家互相保证 所以我们后面会给大家看到一些数值 包括这个航班等等这样子降低 那餐饮也是一样 就变成说 好像比较不方便 在外食族变少 或者是外食很多是使用带着走 或者是有所谓现在很流行的 叫宅配豆腐 对 冷冻食品当道 所以它其实是影响了非常多的餐厅 那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报道 我们很多的餐厅其实也是 甚至有倒闭 占些都是一样 那百货公司也是一样 其实人们还是有消费的需求 可是他直接去逛卖场的 这个百货的数字 次数就变少了 那取而代之是网路的狗物 电商的更蓬勃 所以其实这个是人流 那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就 人流其实是一个需求 因为这些都是消费 那消费减少以后会导致什么 消费减少以后其实就导致 这些商家可以引以违运的 这个费用可能会不够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旅游业等等 他就裁员或倒闭或提供等等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物流 物流断掉 那物流最重要的一开始 比如说像货运 航空业其实减少很多 制造业 我们如果没有看 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报道 像美国欧洲有一些工厂 甚至像那个制造那个什么 火腿啊 那香肠那种工厂 他因为这是个人畜共通的疾病 所以他一出了问题以后 出了里面的人员 他那些的货品全部都要销毁 所以我们后面也会提一下 因为人类的开发 这个人畜共通的关系 变得更容易了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说要主角与外也是一样 所以很多的原料 因为货运断了 他送不到 送不到以后 你就算工厂没停工 也没办法制造 更何况很多工厂也停工了 所以他就会变成你的来源 供给也断了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什么 可能会造成有些地方物价会上涨 对 那后面这个是金流断 当你没有在做商业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你可能很多的行业会维持不下去 所以他可能会裁员 会停掉 那人们可能就会损失他的 income 他的收入 那他收入断了以后 他其实更难去消费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在疫情的冲击下 其实全世界的GDP下降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可是这也回来反思我们一件事情 是不是人类的活动 要建筑在我们所谓传统的这种 经济成长的这个上面 因为你也会发现 很多的工厂他停掉以后 其实人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 就像我们没办法出国去旅游 也许有人觉得很闷 可是他其实 对你的日常生活没有做到绝对的影响 所以我们返回来想说 过度的旅游 他是不是变成一种浪费 过度的餐饮消费 过度的购买一些 潮牌 那种潮牌就是很快就退流行 很快就流行 他是不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消费 没有必要的需求 所以他原则上他可能不是需求 他只是让你争验 就让你可以炫或者让你可以满足 只是这样子的状况 这也都可以值得我们去往下再去做这个讨论 所以呢 各行各业 我这边提出来有很多的无奈 比如说教育 等一下我们后面也提到 教育 对 浮困 是 停工造成的冲击 封城造成的影响 对 甚至还有抗议的 对不对 像印度 像之前的德国 对不对 甚至都出来抗议政府 为什么要封城 等等等等这样的状况 是 所以从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得到各国家国民的素质 跟他们的基础教育 所以其实为什么教育它绝对不是只是学业上知识上的进步 它的伦理道德 我想以现在的课刚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们以前念的时候应该叫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 现在叫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 等等类似 它其实也是很重要 尤其在大危难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这个守这个规矩 其实会让这个社会更有这个安定的力量 就好像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讲到这个戴口罩 对 当政府这个法令出来的时候 你看每一个我们进大众结语 都要量体温 戴口罩 然后超过多少温度 不管你是不是感冒 就是不让你搭车 是 那这样子的过程就是说 把每一个人限制在一个 不影响你的自由的范围中 但是可以让你 不要去做到危害他人的状况 其实是 我觉得是 大家真的很棒 这也是刚刚怡君讲说 为什么好像我们在台湾 影响没有那么严重 看到国外这样 真的好像 讲一句比较不好听 好像小心病毒就在你身边 对你根本不知道 因为他的比例太高了 是 对 好 那在进这个内容之前呢 我们就来看看 现在到底有发生哪些的这种现象 那 有很多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报导 这个连接好像是错误的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BBC BBC在 过去做了一篇报导 他利用 他利用那个全世界的现在的数据 然后做了一点点 跟大家 用简单的图表去跟大家分析 让大家去理解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冲击世界经济的九张图 那我觉得其实做的还蛮简单明了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大来跟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是股市的延宕 这个大概不用讲 大家就会很清楚 在 他是1987年以来 最大的跌幅 这个我们想应该是很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下 这个日经指数就日本 道琼 美国指的 英国的 其实全部都是下降 那 欧洲其实美国都也很严重 你看下降的幅度就非常的高 那 所以 他会有一个经济衰退的风险 那我们来看一下 GDP 就是 国民生产毛额的这个衰减 那 全世界 几乎是 无一幸免 全部都往下降 那 可以看得出来 大部分的 国家都是降到 0到-5% 那 有一些国家甚至会到-60% 那-5到-15%都蛮高的 那 我们先 不要 我们看这张图 我们如果只是用数据去看 他就会觉得 好像没什么 可是我们换回来 想到一些 社会上弱势的人的时候 他就会变得很 很紧张 是 如果你今天年收入一千万 你是有钱的 一百万 甚至 可能不会在乎这些 少了5% 少了10% 甚至少了15% 你 你还有 几百万 你还有几十万 你的生活基本上基础是无欲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属于 你就是两万块 最低薪资 现在好像两万零多少 那再少了5% 15% 甚至有 那这是平均值 那很多人其实直接被采与 或者是那个无心甲 是 所以他其实对他 本身那个费用 已经是在他生存上 里面几乎是最小的 可支配额了 他在被少的时候 其实他就 就很恐怖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很多人 比如说 我们在做这个社会服务 辅助 救助的时候 他主要两个单位 一个是政府 另外一个就是民间 像我们实际也是一样 我们做很多的这样的福困 可是这些的福困 他的费用从哪里来 其实是社会释放大德的捐献 可是当你的可支配额减少的时候 你的捐献额很多也会变得少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贫穷不思难 对 因为你本身就已经少了 然后你再捐出去的就更少 然后这些组织 再将他去交付给更需要的人的时候 他相对来说就更困难 除了直接接触以外 他的那个 那个援助的捐献的这个来源 也会变少 所以我们如果只看数字 看起来好像也觉得就是个数字 可是你去深层的看的时候 这个数字影响到社会目前经济能力比较弱势的那一群 其实他的压力就会变成非常的大 对 再来是就业 这就刚刚讲了 你很多流子提醒 很多官场 那你看日本 是 是从2.4%到3% 德国是3.2%到3.9% 这都还好 加拿大是5.7%到7.5% 这是失业率 对 哇 变化 也就是一个是2019年 也许是5.7% 现在变成7.5% 对 加拿大 这样 法国8.5%到10% 意大利10%到12% 美国从3.7%到10% 哇 那你想想看 假设我们的人 是我用平均分布好了 就是每个年纪 年纪税数 人数假设都一样 超过65岁以上是退休 是 所以如果我们以80岁 或者我们就这样讲 简单算 让大家听众朋友 反正我们是个比喻 假设就是人活到 平均到100岁 那65岁以上退休 所以100个人 你碰到的100个人 有35个人 他是不用工作 然后20岁以下 也不用工作 我们假设先抓20岁 所以20加35就55 那所以可工作的 在社会里面 只有45%的人 45%里面又有4个人 又失业 所以剩下40个人 压力更大 对 所以你碰到的100个人 里面绝大部分 都是没工作的 对 所以这个社会就变成是 这个经济支撑的 供给面积 变得更少 是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严重的 所以为什么 很多的国家 把失业率的控制 当做一个很重要的 施政方针 当人没有事做 或者是被逼的时候 他也有可能会影响到 第二个问题出现 对 比如说自然的败坏 他会去偷去抢 那社会的不安定会增加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样 好在其实这一次 我们的疫情控制得宜 再加上有很多的政府的措施 索困的方案 也让很多 在暂时这一波疫情 还没得到缓解的部分的 一些失业的员工 甚至一些厂家 可以得到一些补助 让他先保持一个 叙事待发的动力 等到疫情过了以后 其实是有机会 再让他再恢复的 所以你看看 再看欧洲的部分 这个方框是代表什么意思 你看每一个方框叫一百万人 雇员 红色代表停职停薪 然后灰色是未停职停薪 也就是说 我们要接着吗 不用接那个是 也就是说 这一百万人里面 有多少人是留职停薪 那大家可以看到 英国有19%的人留职停薪 其实也是很恐怖的 刚刚是失业 留职停薪没有算在失业里头 两个数字再加上去 就更恐怖了 德国23% 法国41%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一些外电的报道 为什么法国常常会有抗争 因为这个太比例 太悬殊了 变成你全国正在工作的人 把留职停薪 也当作暂时没工作的话 可能不到两成 两成多 也一百个人 你碰到一百个人 有八十个人是 没有工作的 对 你看多恐怖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好可怕 对 聘雇率 这也是一样 一路这样就下滑 那是很正 这是很合理的 那旅游的相关 一样 你看我们从三月的高峰 就一路往下掉 掉到四月五月 那最近有开始 缓步慢慢上升 但是这个上升 跟以前的年的比起来 都还是掉了 大概至少有三成 到四成以上 所以其实慢慢的回来 而且最近 欧洲的疫情 又好像又有点 微微的 又好像要伏几了 感觉要出现 所以其实 每一个人都在 经济跟生活 跟防疫 这中间去 在做一个平衡 对 那这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冲击 那这个是 另外这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 商店购物的人数 这应该是实体商店吧 对 你看 下降 最少的三成多 最多的到墨西哥 有到八成 对 那你就知道 其实在这个 竞争的社会里面 每个商家在 存在这个社会上 他的毛利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在网络时代 其实每个商家的毛利 我想有个10% 20% 那是已经最多最多了 可是你 那是你每卖一样 一样东西出去的 你赚的毛利 大概是10% 20% 但是如果你的 来客数 直接降八成 降七成 甚至很多都是 降五成左右 那也就是说 你原来 维持你这个 经营的这个 income收入 马上损失一半 甚至到七成八成 所以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 这么多店家 现在在吃老本 撑不过去 这是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的事情 而且它一直在发生中 那另外就是 我们还是要看一些 因为这个疫情 有受到一些 改变的 那第一个当然是制药公司 当然 现在 生计嘛 对 生计制药 但是这些制药公司 目前其实很多 也是给你一个 愿景 因为疫苗 其实还没做出来 对 而且还有很多问题出现 对 那所以这个部分还在做 所以大家可能知道 有一些其实是 投资人的 埋一个梦想吧 对对对 不过 好在我看了几个外电报导 非常多的这个 公司啊 他们都有声明说 他们就算发 这个疫苗真的通过人理 是也没有问题的话 他们不会像以前 新药上市有暴力 因为他要回馈 对 我想这个也是一种 互助的一个概念 那像 口罩 对不对 他虽然不是要制造 那像台湾这个 你看需求量就这么多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经济活动 常常被看到的 一个是金价 一个是油价 我们来看油价就知道 所以油价从 一月份的大概 每一桶 65块美金 降到四五月 最低20块美金 那时候油价期货 有一阵子来到负的 对 然后到现在大概40块美金 就是维持一个区域 区域稳定 没有很高 没有很低 但是至少 知道 很多的部分 它其实是 还是在怎么说呢 慢慢恢复中 对 好 那这是 BBC给我们的 这个一个报道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官方的资料 那这个官方资料 是IMF IMF是什么 就是国际 那个货币 那所以国际货币的 里面就 其实它就讲的 非常非常的明显 目前来讲 全球经济的这个 增长率是 负5% 比去年 在预测的这个 大概低1.9 所以 所以 它是往下降 再降 但是比我们预期 降的更多一点点 这个比起4月 那 但是 国际货币组织 其实有讲了说 这样的预期 会让 恢复 更煌漫 而且它 把我们 从1990年 全世界在努力让 贫困 极端贫困的国家 让 辅助他们 做经济成长 改善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自立自强 不管是我们以前 常常在提到的 非洲 或者是 南亚 中亚 这个部分 我们那时候在谈 这个全世界 永续的时候 不是常常 跟宜君有 谈到这个部分 那 其实 全世界 就是有 互相扶持的 这样帮助 比经济 比较强的 全的国家 他去帮助 这些弱势国家 联合国去帮助 这些东西 让他们做基础建设 让他们生活好转 可是因为这波疫情 让他往回倒退了 对 因为 包括连现在 这些经济 比较好的国家 或者是 发生 我们讲的叫做 已开发国家 或者是 高度开发国家 他们现在 自己都遇到 这样的状况 刚刚我们 谈到那个 BBC给我们 的一个报道 你看这全世界 我们相对来讲 美欧都是算比较先进的国家 他们的失业率 他们的经济衰退率 他们的这个都是 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从这边去 看的时候 我们现在只能 就是尽量缩减自己 让自己 每一个国家 我相信都是这样 不过行有余力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帮忙 更多更多的 这样的人 这个我想是 在这一段上 我们是不是 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 做一点这样子的分享 是 好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小谈人生 主讲者 肖副总监呢 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 现在的疫情 所受到的这个影响 不仅就是说 在这个健康上 还有在经济上 生活上 有相当多的影响 好 那我想也应该 在这样的疫情当中 学会幸福吧 来聆听许人杰的歌声 稍待一会回到节目当中 以为幸福不容易获得 要用年轻岁月交换 历经沧桑再有权力选择 以为幸福是一种想象 现实是几次的火车 穿越隧道 曾经重建光影 光线在树叶间眨眨眨眨 生命在释怀中翻转 阳光轻吻小草 花朵抬头微笑 才懂得幸福从来不厌 岁月在树林间追逐风 生命在明白后转动 学会弯腰低头 学会谦虚包容 不同的幸福风景 是美丽也是爱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笑谈人生 我是义君 节目前一段我们跟大家 介绍了一下 现在这个全世界的状况 接着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下一代 到底有没有受到这样的状况 当然一定有 那我取之的这个资料 其实是国际的 这个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 因为想说我们还是找 这个比较官方的资料 来跟大家看 这样会比较精准 那教科文组织里面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六月份的这个报导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 到底有多少有受到这样的影响 那个义君 你觉得台湾有没有受到影响 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孩子们 还都算比较好 都还有很多人在陪伴照顾 我们这边就要穿插进来讲一下 我们其实有安心就学的计划 有需求的情况之下呢 是可以来向这些慈激的师姑师伯 来做一个提报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校园当中 老师们如果说有 发现班上有什么样的孩子 需要就是慈激的师兄师姐 来做关心的话 可以来做这样一个提报动作 那是 但是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外籍的同学 其实是受到影响的 那就是像一些外籍 现在就要来台湾也是 首先他来台湾就必须要先做一些疫情的防范照顾 对不对 对没有错 那如果说呢 就是来到台湾 他其实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应该是没有办法再回到自己的所在地 这个陪伴关怀也一样在 好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大家觉得 我记得大家如果有看报道 包括台湾那时候 其实很多都在发展什么 远距教学 哦是 科技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的 这个协助是很重要的 可是远距教学到底在实际的教学的 这个上面到底好不好 我觉得是好啊 好 但是他有他的局限 局限哦 对 你意思是说透过平板不人性化是吗 一方 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事情 可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 我其实比较期待的教育 其实是我是比较希望有人的互动 因为我觉得教育要有人的温度 那如果没有人的温度呢 其实他是会变成是一个 怎么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 少缺了那一块 当然 那缺了那一块要怎么补足 因为有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看到画面 面对面这样讲 你就会听 他有的时候 必须让你感受到那个立体空间 哦 我知道 就是像教育工作者所说的 无感教育 对 你不能用那个 就好像 之前好像我记得在怡君的节目里面 在分享那个勋法乡 我觉得我早上一早来听上人开始的佛法的时候 跟我自己 在家里头 在家里或者是晚一点听的时候 或者时间不对的时候听 其实感受是不一样 清晨的那个环境 氛围 跟我九点十点听从波是不一样的 那我想这种东西 我很难讲 用言语去讲那样 但就好像那个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整个来讲 它是要整合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 那我其实把这个国际教育科文的这个图 先找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你知道我们全球受到影响的有多少学生吗 这个色块是代表受影响的范围吗 对 其实欢迎大家下去看 它这个其实做的还蛮互动的 它这边上这个建号呢 就可以去拉几月几号的统计 那它里面有所谓的叫做 Partial就是部分开课 然后有因为疫情全关掉 全停课的紫色 还有还在开的是蓝色 然后有一些那个学术交流被中断的是深蓝色 所以它这样去分 我跟你讲 最多的时候 全球被影响的学生有一亿五千多万 快一亿六千万 现在当然是比较少了 现在有降下来降到八千多万 所以说随着疫情被影响 其实是真的在我们的下一代 其实是影响很多的 所以也只能说 他们真的是很幸运的这一代 然后在这个时间上受到这样的影响 但也希望他们因为这样去珍惜他们的时间 不要去虚度掉 对 我们常常觉得远居教学好像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但我举一个我最近发生的例子 最近有一个师兄就跟我说有一个小菩萨 其实也不小了啦 大学大三 年轻人 对对对 然后他想来我们带一台做职工 然后问问我 学习经验嘛 对学校是在念传播相关学习 我就说好就找他 其实原来他是留学生 他在美国上课 是 但是呢 然后是大三 但是你现在没办法回去念书 是 所以被滞留在台湾 但是滞留在台湾没事做 所以要磨练嘛 那我当然是跟他聊完以后 那就也欢迎他来做职工 那我就有问了一件事 我说你为什么不远居教学 他说他有 他从上学期就一直远居去教学 可是他几个月以后他身体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他配合那边的时差上课 但要配合这边的时差跟家人作息 所以他说他要休息一下 所以这也是道出了说 虽然有些科技 他可以弥补到一些部分 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到全方位 更何况人还是一个 活在这上面还是一个习惯嘛 就是日出而做日落而行 那有一些生活 所以尤其当你跨国的时候 长时间这样做 其实对很多人 其实他也是会有他的困扰 所以 所以远居教学 其实应该只是说 现在的不得不使用的一些方式 对 对 好 所以呢 疫情下要做哪些应变呢 那这边的资料来源是工研院 是 那他就举了两个 一个叫做零距离的创新 零接触的活动 我想这就很容易让人家理解 零接触的活动 因为COVID-19目前是被 找出来是靠这个飞沫 空气这个接触传染 所以希望你要有零接触的活动 零距离的创新 其实远端这个就是零距离的创新 距离很远还是可以把它拉到 几乎是零距离 所以他在上面分了很多个部分 从个人从家居家垂直到这个国家社会应该怎么做 从你看从消毒 所以有一阵子有没有酒精缺货 对 对对对 那时候我听到一个新闻 其实是真的很棒 那个新闻是日本 日本的酒精制造来不及 那怎么办 日本的酒厂就来制造酒精 但是 日本的法令不允许酒厂制造高浓度酒精 只可以杀菌又要到75% 一般的酒精最劣大概到50几% 所以呢 他们就用一个变通方法 政府跟民间就说我制造了一个75%的酒精 但是不建议你喝 你可以使用在生活当中 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 这个法律你要去改它 因为有立法修法时间 对 它缓不济济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全巧方便出现了 对 那这个所以 然后所以药物啊等等这样子的事情做 那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故事也很好玩 我们在那个菩提禅心曾经做过 一个老和尚带着一个小和尚 然后走到河边看到一个女子快要那个 他跳下去 对 然后那个老和尚过去就直接就把他救了 就把他背着 然后背背背到对岸 把他放下来 然后就走了 然后小和尚就问老和尚说 师父师父 这个我们戒律不是不可以 等等等等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男女受受不轻 就老和尚说我早就放下你怎么还在心上 没错 对 因为救人为重 救了以后就放下了 他在救的过程当中只当他是一个人 对 所以从这个过程中 我刚举这个酒厂的这个例子 虽然我们真的不鼓励大家喝酒 不过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说 在很多的情况下 这种变通的方法其实是一种智慧 是 他可以在那个时间 做了很大部分帮助这个酒精短缺 做了很多的贡献 也遏止了这个病毒 可以更快的这个传播的一些管道被堵绝 是 所以很多的被发展 包括像非接触式的 包括像机器人 等等等等 那我刚刚讲其实有一个产业 在这一波上是受贿的 第一个就是媒体 媒体哦 因为他不能出去 所以在家里看电视 看网路 看APP 看OTT 听广播 是 的比例大增 增加 真的 全世界都这样 那第二个部分是电竞 电竞 电竞 所以跟网路相关的就是游戏 当然电竞我们是鼓励大家 偶尔去消遣一下 不要沉迷 沉迷以后 这很容易就会把你的时间浪费在那个城市里头 是 对 你就跳不出来 那电商也是一样 所以这次透过网路的科技去做的这些部分 都受到蛮大的这个收回 所以网路的设备啊 厂商 云端服务这些 其实在这一阶段 其实都是往上在提升的 全世界嘛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找了一个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呢 是讲的是我们这个 台湾目前的这个现况 台湾的目前什么现况呢 台湾的各行各业 在这一波上有哪一些 它是比较受惠的 真的是蛮好奇的 我有时候会想说 这个台湾在这一波疫情当中 能不能装进自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产业机械啊 模具啊 服装啊 这些都受到影响 零售业 路径减少 所以免税店 其实很惨 所以你会发现 前一阵子的新闻 有免税店 它要消库存 所以它也开始做一些大特价 然后外汇啊 餐厅啊 液晶面板 因为原料没有来 所以没办法制作 石化 讲迪刚刚讲的石油 这都是相关的 需求减少 汽车领主件 短缺 而制造下滑 可是汽车反而在 这一波上是 销售数字是往上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不敢去做大众捷运 所以有一些 本来做大众捷运 不过这是指 普遍国外啦 OK 因为 它就宁可自己 在自己的小空间 对对对 那化妆品等等这些东西 药品有上升 网络邮购都上升 那 生鲜产品 其实量饭店是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为什么 在家煮饭的人变多了 对 对 所以趁这个时候练练厨艺 好好照顾自己家人 也是蛮好的 这波很多师兄师姐 都在那个 脸书上 教 教做菜 对 然后很多的 未来的发展 无人化的工厂 远距离的教学 自动化 对 就是 但这个相对有一个缺点 就是人必须要被迫的去寻找你第二个的斜杠专业 对 不然其实很多的只是一种反复性的工作 很容易就被它取代 是 所以新的这种业务的模式新奇 好像 像其实我们常常讲的这个 刚刚讲的宅配道服的食物也是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也造了不少的这种车祸 为了抢快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的时候不要为了贪图那一个方便 能够自己下下除 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 电商 这我们百货业下降 但是需求还是有一些需要 所以等等等等 这是大概是台湾的目前的这项子的现况 是 那回过头来讲说 其实我们生活在这里算是真的蛮幸福的 我们没有受到太大的疫情的影响 那最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可以做一点反思 到底这个疫情下的大灾教育上 有哪一些点值的我们可以讨论个探讨呢 第一个提了几个题目 第一个大家可以想想看 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跟病毒传播有没有关 有关 因为几波的下来都发现 它都是人畜共通的传染病 不是人跟植物 都是人跟动物 那人跟动物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有几个状况 第一个当然是 因为吃野味 吃荤食 人跟这个动物接触的状况下就变多了 那只要他们这些有人畜共通的病 有不小心就算是几千万分的几率 因为你接触的频率变高 所以你被传到的几率就变高 所以变成在人里面去流通的这样也变高 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我们人因为过度的开发 过度的开发导致因为我们要盖那么多的城市化 接那么多的道路 所以我们砍伐很多的生理 那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我们让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缩小 所以很多野生的动物 原来它栖息在那边没事 因为我们现在开发过去 就变成我们跟野生动物的距离变近了 所以它也有可能导致 万一这个有什么传染病的时候 被我们被接触的也会变多了 所以不是只是说 饲养这些东西的问题 包括这些本来他们就在野生环境 活得好好的这些动物 为什么我们要去抢它的栖息地 那抢的原油到底是因为经济的价值 还是因为人类不需要的 不是必须的东西 却我们一直掠夺这个自然环境的资源的造成 那第二个是 航空交通运输量降低 工厂停滞生产 碳排放减量背后的意义 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那个碳排放的这个国际组织 它有监测到一下那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碳排放量 降了四分之一 对 所以有一阵 有空照图 对 有一阵子有没有 大家去看那个天空变蓝了 对 但是你会发现 很多工厂 没有在做这些 但我们人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大家其实比较在乎的是 我想 大部分都是说 不能出去走走什么 散散行这样 可是你看我们的衣服 我们的 十一柱形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冲击 这个就其实就代表着 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东西叫过度消费 你家的电视机 可能不是因为它用坏掉你去换 是你觉得四十寸不够你要换六十寸 对 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回来思考的时候 电脑不是因为 它用到坏掉不能用 而是你觉得它嫌慢 因为新出来的更快 或者是更美 你就去换了 速度变慢 对 但是把这些因素都拿掉以后 就会发现 其实好像我们的生活的物资的数量 是不是需求要那么多 我们的旅游的数量需不需要那么多 我们在用这个石化燃料相关的东西 包括像塑胶 是不是需要用这么多 对 所以最后一个 面对这个气候跟面前 我们跟政府可以做什么准备 当然从政府的角度 因为它可以做很多的决策 它怎么样让我们的经济发展 跟永续发展可以做一个平衡 不要偏到一边 偏到一边以后 它就会造成 甚至现在很多的气候学家 他告诉我们 现在是不可逆的社会 气候暖化很难再降回去 再不觉醒可能很严重 那我们自己可以做的部分 就是素食的生活 对不对 因为我们做了素食的生活 不管减素或者是素食 那你可以让这些生产 动物的工厂降低 降低它生 那屠宰的工厂 饲养的牧场 这会跟着就降低 供需其实 永远是要均衡的 对 所以当你的需求减少 供给就会慢慢减少 对 慢慢减少以后 就自然而然 因为畜牧业制造出来的 不管是我们 从佛法来讲的杀业 或者是我们从自然科学来讲的 这个造业 不管它的碳排放 它的这个 这个我们在过去的几个节目 也曾经都讲过 它其实 全世界的碳排放 畜牧业有占到好像是17%到18% 我记得数量是蛮高的 超出大家的想象 那最后一个就是浪费的问题 我们回归来省思 我们自己的生活 能不能简单 少遇 很多东西不见得 急着要去update 急着要去更新 然后食物 是不是吃完 不要点了一堆 留了一堆的厨余 造成无必要的浪费 任何的这样的浪费 其实它回归来讲 就是它是破坏了很多人的心血 你想想看 一盘菜到你的手上 它要经过多少关 它从农夫 从种种子 春夏秋冬时间的养成 到采收 清洗 包装 送到市场 然后中间还经过大盘 中盘小盘 然后我们买了 回来 还要经过瓦斯 调味料 煮完以后 你没把它吃完 你看多少人心血 就在我们的一口之间 就浪费掉了 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 也是今天的节目上 也希望跟各位听众朋友 去分享 在疫情上 我们如何改变自己 是 好 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 真的有很多 值得我们深思的 大灾教育 这也是上荣波段 扑扑扑心的提醒大家 也许 我们无法 预知 下一个月份 明年度 我们会遇到的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此时此刻 既然发生了 那就是好好从中 来做一个学习 是 也希望我们 每一个人 除了自己做的话 我们也可以鼓励 旁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大家一起来 是 好 那今天节目最后呢 来安排这一首歌曲 不停转动 我觉得好像就是说 每一天的这个日子 不断的在转动 好 那也许 在前阵子 因为了就是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好像是世界不断的 突然之间就停了 停下来的时候 也是值得 让我们好好去思考的 一个好机会 对 藉由这样子 多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更需要 珍惜时间 去把握自己 充实自己 甚至可以去帮助别人 是的 那么今天节目 为大家进行到此 非常感恩小副总监 感恩怡君 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们下回见了 拜拜 拜拜 好想太多 怕错过 不怕冲动 像地球不停转动 把黑夜转身爱舟 不追求 浮华的梦 用意向 定义成功 别说我把美情里看得太重了 因为你还是很难完全愈合的 最不希望 最不希望一次松手 一生迁就 所以宁愿做到 只限迷不休 让人生不停转动 从风雨走 就彩虹 不犹豫 不想太多 怕错过 不怕冲动 像地球不停转动 把黑夜转身爱舟 不追求 浮华的梦 用意向 定义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